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辣 爱奶茶 所以我一直好奇咖啡在长沙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于是我们来了 现在我是在这个叫连生街 虽然说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流 但是这个街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人文特色的一个地方 蜗牛院子 当天我们点了手冲的咖啡 现场体验了一下用这个纯铜的超低 零转速 无极刀盘的黑科技摩托机 我自告奋勇的去淹磨 你要垂 不能碾压 要这样 所以你要排高 哦 要这样 我怕弄出来 不会 弄出来 你再把它弄进去 这个没想到能再体验一下这种手锤咖啡 哇 可以 我看看 还是有点大 这样 结果呢 两分钟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轮番换了四五个人 最后才磨完 你累了 然后让我再给你接班 好不好 你要喝一顿咖啡 会找我们一样 赶紧你给我 还要继续喝 还在锤 不过到最后喝到咖啡的味道的时候 我们都惊了 真的好喝 来 毕大 这是我们自己手锤出来的咖啡 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 卧槽 依然好喝 怎么这么好喝 哇 好顺啊 好顺哦 来 我尝一下 真的太好喝了 蜗牛院子开在连生街这条小巷子里 对面就是当地人居住的民房 喝咖啡至于我跟对面房子的主人也聊几天 我问他喝不喝咖啡 他说每天都要喝两杯 我当时还是挺惊讶的 说明咖啡文化已经开始慢慢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他们这边的这种店有意思的就是说 你看对面就是那种住房 这边就是这种咖啡店 商业和社区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我以为他这些柴啊 还有这个是装饰 结果是真的可以可以烧的 你看里边有这个烧过的这个干柴的 三楼还有个小房间非常有味道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像是这种私人的小空间一样 感觉有点像喝茶的这种 那边呢还有这个手冲咖啡的器具和磨豆机 感觉非常非常有味道 比达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吧 哇这个店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办公楼的一楼 办公楼里面的一个咖啡店非常非常的敞亮 四周基本上全都是玻璃 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啊极安静 很适合这个约会 喝起来好舒服啊 自然的这种橘皮的这种味道 然后咖啡丼呢也是这种浅烘焙的 应该是中浅吧 喝起来就很自然 这种咖啡和橘皮的这种融入感很好 再搭上一小碗臭豆饼应该会非常赞 今天晚上去挑战一下 它就是有点那种冬天的感觉很香醇 有一种那种好像蒸果的那种味道 我点的是一杯奥白嘛 嗯然后喝到嘴里跟奶油蛋糕一样 很甜很甜 一点的苦味都没有 你不喜欢吗 就我很喜欢 生化咖啡 这家咖啡店是典型的办公楼定位的咖啡店 那咖啡的价格在这种定位的办公楼很亲民 咖啡师说工作日的时候呢 每天出备量大概在200杯 那基本上呢都是周边的这几个办公楼的老客人 我点了店里的特色橘皮拿铁 另外呢还有美式 他们的美式不酸很甜很柔 柔的就像是那个长沙小姐姐的微笑 那店里的咖啡师呢感觉非常的亲切很自然 真的是一绝 所以呢没开二度喝了之后呢 我又点了一杯美式 这家店啊就是喜欢美式黑咖啡的一定要来这边尝试一下 我觉得他这边的美式真的是绝了真的是神话美式真的很好喝 三千咖啡是我们路过的一家小店 那天路过这家店的时候呢我们是被老板叫进去的 他们说看我们的视频看我们眼熟呢就出来打招呼 所以说啊旅途中处处是惊喜处处是未知 如果你喜欢跟老板聊天啊我建议你去这家店 老板很健谈 那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能把你聊成他们店的股东 我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我新点了一个是不是又忘买了 不不不不不 那我也不白条 我们经常忘记这事 去长沙之前我在心里访问我自己 这么爱喝奶茶的城市会有咖啡氛围吧 还真有 那虽然说目前还很小众 但是呢我看到了长沙咖啡人的努力和热爱 夜幕降临我们也打算感受一下长沙人民的夜生活 我香菜 臭豆腐 撸串 小龙虾 柴烟月色 Life 那每一样都不能少 那吃了这么多辣的问我爽不爽是真爽 那爽的代价就是 哎呀我感觉毕导吃辣的不行 他已经去了卫生间好几次了 毕导你还好不毕导 哎呀不行太辣太辣 这个店叫鹿光咖啡 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定义它到底是一个社区店还是一个商业性的店 因为它的这个楼的二楼就是可以居住的居民区 所以说整个这种感觉非常的chilling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放松 来到这种店里我就想喝这种手冲的咖啡 非常棒这种感觉 它这个咖啡啊就是一喝就能喝出来是那种 就是咖啡是很专业 然后它萃取非常到位的 然后喝起来就很香醇的 鹿光咖啡这家咖啡店开在陆家巷的一个小巷子里 有着浓浓的市井文化 那这个小盐区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咖啡店和餐饮店 那店里呢是以单品为主打 那菜单全是手写的 那我们点了龟夏50块 美式25块 还点了一杯椰子冰滴38块 那口感呢淡淡的 咖啡味不浓 我还是觉得我之前做过的椰子水冷脆咖啡更好喝 然后它有分层 下面是放的新鲜的椰子水 很有层次感 那路过了园区的另外一家咖啡店叫咖啡小厂 是前店后厂的概念 那这家店唯一让我感觉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吧台上的很逗的小纸条 那看到这些呢 我禁不住的想要rap一下 我帮助6000生意180座位 只有前面咖啡 只有外带杯的咖啡 不赚钱 跟底下的一样 我有情怀 没有薯条 没有汉堡 没有炸鸡 没有蛋糕 你说声我已经喝了3倍了 现在不喝了怕睡也睡不着 大家好 今天的时间在长沙感受到了长沙的生活方式 吃喝文化 走在夜市的街上 你会看到长沙的人民三三两两的手里拿着一杯奶茶 一碗臭豆腐 一把卤串 他们脸上露出来的笑是真的很简单很彻底 这种笑容不是那种笑话或者是段子把你逗笑的那种笑 而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 我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这种治愈的笑 这也体现出长沙人民的生活的幸福感 也难怪长沙也多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全国十大幸福省会城市 那长沙固有美食博主屈原 就迷恋热爱湖南本地的美食 那时至今日 香菜以及湖南饮食 在国内可谓人尽皆知 当我踏上湖南长沙的第一次旅行 我似乎就感受到了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幸福感 那节目的最后 我真的好想用长沙普通话语调说一句 我问一个长沙的小姐姐 这句话怎么才能说出来长不长味啊 好想找个长沙女朋友 诶 有那味了吗 好想找个长沙女朋友啊 有那味没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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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